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简单了解一下命名空间 对吧 命名空间是P2P5.3之后引入的 在以前命名是比较混乱的 解决不了常量函数和累 从明的问题 对不对 只有用很多前缀来解决 对不对 那引入了名字空间 就像家王和西家家一样 对吧 可以处理什么 处理这种名字充足的问题 那这节课咱们详细看一下 命名空间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对吧 咱学一些语法 当然大家不用说全掌握 有一些东西了解就可以 不一定全用到 但他讲课尽量讲全 那要想用他全不了解 就看手册里边给我们列了多少 对不对 那我们把手册打开 搜索一下 你只要搜索一下名字空间就可以了 比如说 name space 如果解锁的时候找不到 比如说使用名字空间 点一下命名空间 就会看到什么 看到这块 是不是有命名空间的一些概速的一些标题 菜单在这 对不对 那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命名空间的概速 其实这个上级课咱们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对不对 也就是说明了什么是命名空间 咱上级给您介绍了 所以过一下 来看一下定义名字空间怎么做 你看 这里边写的非常的明白 虽然任意合法的PV代码都可以包含在命名空间中 但只有三种类型的代码受命名空间的影响 它们是类 函数和乘量 两个关键点 所有的代码都可以包含在命名空间中 对不对 但是谁会有充足的问题 就是类 函数和乘量 那命名空间声明的关键字就是这个来声明 所以我们在关键的地方咱们也记录一下 第一个也就是使用这个来声明明字空间 对吧 就相当于用它建一个目录 然后把重复的文件名写在这个目录下面就可以了 来我们再往下看 比如说 咱们就看代码里边做的一样 咱写一个 name name space 对吧 当然有的说这怎么没变颜色 对吧 你用其他的工具就变颜色了 对不对 因为新加的版本的话 这个gm 怎么的 没有升级 他还不认得关键字 但是用其他的高版本 或者你这个版本升级之后 他就会把新升级的东西都变成 咱们想要的那关键字的高亮颜色 然后名字空间的名你可以随意的起 就像你申请的预名一样 不重复就可以 对吧 当然多个文件可以有相同名字 那相同名字呢 那就在同一个目录下 对吧 所以尽量比起相同的 比如说 这块咱们叫 妹子 妹子 对吧 番号解锁 这样的话 我们就声明了一个名字空间 妹子 然后 在下边写的代码都属于这个空间里的 比如说 声明一个长量 看一下 这里边有长量 在这里边长量是用cost的声明 在新版本上 然后是什么 这个还有函数对不对 我们声明几个 比如说cost 这个长量 我们既然新版本也只是用这个声明长量 好吧 那长量比如说我们叫做 AAA的一个长量对不对 直等一 对吧 对 然后我们再声明一个类 比如说class diam 一个大块 是不是一个类 然后在上面一个函数 第三种 比如说test 对吧 这个方法里边我们说有一个比如说有个静态方法 faction 比如这里边有个外方法 里边输出 一行一 然后test里边我们输出一行二 是不是加起来比较简单吗 只要在前面用这个声明一个名字空间对吧 前缀 前缀 回来了 前缀为什么 妹子的就是名字空间的名为妹子对吧 那这几个长类也好类也好都在这个下面 知道吧 那我们用的时候怎么用啊 你看 默认我这些在那个目的下 我下面就要代码 是不是也相当于在那个目的下 在那个名字空间下边 对吧 那我可以直接这样 你看 比如说 妹子 假如直接test 你看一下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我们来访问一下 是不是一行二 我也可以直接这么去做 妹子 前缀 斜盖 怎样 下面再写一个 test 你看 是一样的 就相当于咱们 相对目录和绝对目录那概念 对不对 我如果在妹子这个目录下操作 那就直接找这个就行 对不对 如果在别的目录下 是不是加上那个目录名 再找这个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 加错了 前边得加一个 绝对路径 从这儿开始 对 是不是还这儿了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一个相当于相对目录 一个绝对目录的概念 对吧 那刚才我这块 妹加这个 是不是相当于在妹子的目录下 再找一个妹子 再找这个 如果我加上这个 是不是从头开始找了 相当于从根部开始找 是不是这个概念 嗯 所以这里边所有的访问 我们都可以这样 比如说 直接找 Acho A-A-A 我们换一下 B-A-A 你看 能不能输出一个1的值 是不是可以啊 那我还可以怎么访问呢 输出 妹子 斜盖 这斜盖是一个相当于前缀和调内容的分割图 或者咱们一会咱们会学 一个子名字空间的 对吧 是多个目录的分割图 像不像windows那个目录分割图 对吧 以前PB5.3的测试版的时候冒号冒号 但是容易跟类里边的冒号冒号这个什么的 混 对吧 所以咱们这块用的是什么 半斜线 对吧 然后A-A-A 看一下 一样 同样我们可以仿到 右斜错了 少了一个什么 前边是不是得从根开始倒啊 对吧 然后我们来 看一下是不是一样 同样 那里边 那我们看一下 正斜盖可不可以呢 正斜盖可不可以呢 这就不支持啊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记住了这斜盖变成错了 对吧 别弄错了 一定要用反斜盖 那同样 输出 同样调用 比如说 DEMO里边的 换方法 我用的静态方法 对不对 或者是 什么 妹子 跟下边对不对 然后下边的 DEMO冒号冒 这俩是也是一样的 都会输出一行一吧 对吧 这就是 如何定义名字空间 和访问这名字 空间 这理解了吧 就使用这个定义名字空间 就相当于你创立个目录 然后下边都在那目录里边了 对不对 访问的时候 你要在当前目录下 就可以直接用 不在当前目录下 你得用绝对路径 那种方式去找 就可以了 来我们看一下一些细节 最重要的一点 什么 声明名字空间之前 不能有任何代码 空白也不行 P2P的语法也不行 听懂吧 除非这个语法 前边 只有这个能在命名空间之前生明 这条语 比如说声明一个字符集 假如是端心看错了 名字空间 前边 你看 我这声明个便利 A等一百 是不是在前面有个代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出错了 对不对 那就算不写这条代码 你看 这块 我在名字空间这块前面 回个车 看行不行了 是不是也不行了 对不对 我要把这个回车去掉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块需要记录一下 一个注意的问题 我就直接写第二点了吧 是吗 注意什么问题呢 在 内姆斯配斯 声明 命名 空间 的 代码上面 不能有任何 任何 P2P 代码 和什么 HTMR 内容 输出 真的吗 所以说 声明 命名 空间 只能 是 第一条 OK 那 除了什么呀 除了这个语句 除了 这个 D Clear 可以 对吧 比如说我在上面声明一个 DECLARE 这里边声明一个比如说 ENCO DN Coding 等于UTF 8 你看一下 声明一个这样的语句 你看一下 然后这个词写错了 可以看看 这一次不及 参数 参数 图示放在净串里面 因为这里已经废弃了 所以咱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是不是下边可以输出了 对不对 就是有个警告 你不用管了 但是是可以用到的 对不对 这个咱就不用管了 因为这个有一些指定 已经去废弃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像跟你说的去记 怎么记呢 明字空间声明只能在第一条 就完了 对不对 其他的你也不用去使用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然后咱们待会再看 对吧 在这 再回过来啊 然后呢 另外呢 与P2P其他语法特征不同呢 同一个名字空间可以用在多个文件里面 比如说咱们这个文件你定义了一个叫名字空间叫妹子 对不对 其他的文件也可以定义一个名字空间叫妹子 这样的使用的时候呢就相当于什么的 他是同样的潜缀那同一个名字空间下是不能聪明的 听懂吧 两个文件里边如果名字空间名都叫妹子的话 在同一个名字空间下是不能聪明的 比如说北京的朝阳区你再定一个北京的朝阳区 是不是还是重复的 对吧 潜缀是一样的内容就是重复的 但是好处可以什么呢 你看好处是允许将同一个名字空间的内容分割在不同的文件中 是不是 但是这样的话 咱们尽量在一个文件中也无所谓 对不对 所以能有其他文件也可以声明同一个名字空间 是可以的 来咱们来看一下定义子名字空间 和刚才的作用是一样的 什么叫子名字空间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声明的保存一下 比如说 刚才声明的是妹子对不对 对吧 那我这边下边再来一个目录 妹子 下边来个漂亮 漂亮 漂亮 PL 对不对 你看 是不是相当于咱们建目录的时候 下边来一个子目录啊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声明的时候 别忘了 我写错了 写错了 声明的时候 这个目录是不是反斜线呢 对不对 跟windows那个目录结果很相似 妹子下边的漂亮 那现在我这么写之后 你看 我把这些去掉 这些去掉 这个去掉 那当前目录下访问的 是不是还类似于当前目录下访问呢 来我们看一下代码 刷新一下 是不是二一 输出一上一是不是都可以 是不是当前都在这个命名空间下 那如果在其他地方访问的话 这话我就得加上什么 妹子下边的子目录 再加上pl 下边这话也要加上 就相当于多层目录一个概念 对不对 加一层可以 加多层就不可以了吗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 就比如说咱们存系统文件的时候 对吧 你肯定目录下有目录 目录下再有目录 对不对 分得很细 代码如果你想分得很细的话 也是名字空间这块 怎么的 要有多层 对吧 这个概念就要指命名空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把这个句调 妹子下边的pl 是不是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代码 是比较可以的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向大家介绍了一个名字空间的一个定义 分别介绍了什么 定义名字空间和 在层次感的这种什么 定义紫密名空间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的 好 时间关系 咱们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继续介绍名字空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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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